今天上午8点40分 杭州市古敦路1185号商铺发生燃爆 目前火势已扑灭 事故造成经过现场的公交车私家车玻璃破碎 一致两人死亡55人受伤 其中12人伤势较重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此次爆炸波及范围较广 央视记者在100米外的6层高楼上 依旧有被炸飞的玻璃残渣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